主料,面粉80克,鸡蛋一个,苹果一个,淀粉20克,主料,白糖15克,水40毫升,石油20毫升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面粉和淀粉混合好,准备好鸡蛋,苹果,白糖,苹果去皮,陶橙丝,蛋黄蛋清分离,蛋黄,油,水混合,搅拌至无油花,充分融合, 面粉过筛,加入油水混合物中,拌入成蛋糊,蛋白加白糖打发,撒至干性发泡,蛋白粉两次加入蛋糊中,平底锅烧热,加入油,倒入拌好的蛋糊,调了一火,加锅盖烤制,两分钟后,蛋变凝固,加入苹果丝,再烤制两分钟,底部焦黄,烹饪技巧 1.煎锅烧热,火上一层只有后再倒入蛋糊,2.蛋糊煎烤时最好交干 3.火力不可太大,为火慢煎效果更好 4.迷你煎锅受热较快,注意观察,随时注意强整火力 5.如果火力不能掉到很小,建议将煎锅价高一点,这样受热就会慢一些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